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惠子的指甲 然后呢今天我们来的就是 来美国做一次指甲 你敢相信吗 在我人生里其实我手上这个指甲 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去美雅甸 正式做指甲 就是我从小就不怎么做 我妈偶尔会做 但是一直说做指甲对小孩不好 但是一直传说美国指甲又贵 然后呢质量又不好 所以我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到底它的价格 它的质量到底怎么样 我们去做一下 这就是附近的一个指甲店 他们这里有提供小点心 在等的时候可以拿 还有水 我们提前做好的预约 下午五点半 现在来选一下甲头胶的颜色 这边也有这种常规美甲 像OPI的 然后现在我想选一下这种甲乳胶 然后现在我想选一下这种甲乳胶 会他们说会持续时间长一些 手上的指甲 这是脚上的指甲 脚上和手上是不一样的 脚上和手上是不一样的 大概都是30刀左右 20到30刀 我都仔细看一下 这边几乎上就是很普通的那种 正常做的话一般都是这样的 大概都是30到50刀 这边是做脚的 然后这边是做手的 它们是分区的 这是一个按摩椅 我还可以调整座椅和温度 这是在给我卸甲 然后脚上先开始 给我磨磨磨磨磨磨 给我按摩 现在水已经变浑浊了 现在我的手上 然后附着这个是在给我卸甲 因为我之前有这个指甲 然后呢脚上 它刚才给我做了按摩 还有一些 去脚趾这类的东西 然后呢 把我的脚清洁了一遍 一会儿应该就要做指甲了 首先穿上这个 小小的一次性脱鞋 然后把脚趾头做分开 要先打一层护理的底 这个跟国内的美甲店是差不多的 然后就给我上指甲了 看我选的艳红色 这就是我最后脚趾 就现在移到了手的区域 这是我住家的 最后就做完了 然后现在是七点不到 这等于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觉得它们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然后呢 服务态度也还不错 就感觉整体时间上 它们对时间的把控非常的准确 就是效率很高 然后呢经常会对着微笑 还有就是很少会问的问题 但是偶尔会跟你交谈两句 所以我的手做的是这样的 法式美甲 我以前一直不理解法式美甲 我就觉得 跟重新做个指的 有什么区别的 不就是一个指甲吗 但我现在觉得有一种简单的那种 典雅美 还挺好看的 然后上面给我弄了个小花花 最后我的手指加上脚趾 因为它有个设计 好像就稍微贵一点 就是六十八刀 不 六十五刀 然后呢如果你是单做 图指甲和手的话 好像是五十五刀 就等于也是六十刀左右吧 也就人民币 我还是要换算一下 毕竟我花的还是人民币 人民币四百多块钱那种 最后也就说呢 如果单做手或者单做脚的话 只涂颜色那种的话 应该是人民币大概两百块钱左右 其实我觉得跟国内差距 没有那么的大吧 然后他们别人服务还挺好的 就是在给我做脚的时候 给我按摩 然后两个手都做完 然后我在那亮手 就是干手的时候 他还会给我按摩肩膀 就是把我吓一跳 但是还真的给我按摩一下 所以我觉得整体效率 服务态度总体来说是不错的 然后有一个现象 大家如果看美剧的话 应该会知道 就是说像这种国 他们经常会讽刺啊 说是这种 美国的美甲店里 经常都是亚洲面孔 全都是黄州人 我发现确实是这样 就是我看了很多 我就是第一次 我是第一次来这边做美甲 但是我路过很多家店的时候 一般里面大多数情况都是亚洲人 然后他们还会有配一些那种 穴位啊那种 就是按摩啊之类的 一块有这种项目 所以大部分都是亚洲人 然后呢 黄州人开的店 然后呢 这家店我刚才听他们的说话 他们有说方言 然后呢 应该不是中国人反正 我觉得听起来像越南那边 就是有点像不过方言的 就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然后又感觉不像的那种感觉 就比较像越南的 嗯 那么我来美国做美甲 第一次体验就这么结束了 还可以吗 然后呢 如果你可以评论告诉我你的想法 或者是弹幕留言 然后记得给我点赞转发 投币收藏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关注我吧 还可以看到我其他的视频哦 如果你想看我每天的小日常 我会每天更新一些吃东西啊 或者之类的小日常 在我的微博上 叫乔小乔会子 第二个乔是 嗯 繁体字笔桥会打出来 然后还有就是 可以关注我其他的社交平台 同名 汇子子酱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